原本伊恩计划得很好,在南海一季群的冒险之后,无论结果如何,他都会向埃伦家族要求妖精传承作为报酬。 这不仅仅可以让他明面上有着妖精血脉这个强大且极具潜力的传承,也可以得到更多的妖精材料,为第二能级和未来的更多升华器官做铺垫。 接下来,依照普德长老和格兰特子爵的想法,他大概率会被推荐去授勋,成为一名名正言顺的骑士,然后就可以开始自己的游历之旅,寻找更进一步的资源,以及增加自己的阅历。 在游历的过程中,伊恩会尝试构筑第四个升华器官,然后再进阶第二能级。 他的原制储备早就足够,甚至现在,只要魔药到位就能直接突破,他早就做好准备。 但这次,因为以太结晶龙最后的馈赠,他的计划被打乱了。 虽然是好事,但计划一乱,许多事情都要重新开始计算。 伊恩皮梅思索,他凝视着自己镜子中的左臂,理论上,只有到第三能及时之灵主时,我才能吸收摩瑞恩钢,将其塑造成自己的血肉骨骼,并以此为基础,铸就灵态神经网络,进而将肉体和灵魂融合,显化出星光体。 而现在,绝大部分摩瑞恩钢,都成为了容纳火种炉心的容器,他们并没有塑造成神经网络,而是成为了原制传输的管道。 如今,伊恩的左臂,已经可以视作高等级的明文武器,他甚至可以在自己的左臂处铭刻一些明文阵列,将其视作明文基座,发挥出各式各样的作用。 从通讯到操控水压水流,从进化身体到全自动修行,这只左臂能发挥的效果和可能性实在是太多,令少年一时间陷入沉思。 应该不算。第四个升华器官,必须是我能完全掌控的,左臂和心核都是如今并不完整的结构,不能让我突破极限。 思索了一会后,伊恩将自己的左臂中蕴藏的升华器官,命名为以太结晶,并将其视作和古龙心核一样,因为意外而得到的,超过如今自己这个等级所能拥有的高级升华器官。 除却现在就能提供强劲无比的超规格的能力外,这种高级升华器官,能在未来伊恩进阶第三能级和第五能级时,少收集一份魔药材料,节约时间。 而且,以太结晶的进阶谱系很完整,只需要将其不断完善,它就足以成为第五能级的升华器官。 再加上古龙心核,伊恩的第五能级魔药,恐怕只需要收集两份材料,就能直接进阶,再去尝试整合集之欲。 进度又被加快了,虽然不是现在,但以我如今的力量,一般的第二能级都无需惧怕,只有格兰特紫爵和白雾主教这样,亦或是其他驾驶者凯装以太武装的强者,我才需要规避。 微微点头,然后转身去穿衣服,伊恩已经在思考,要不要再从哥赛大师和伊森加德他们那边,弄点图鼠和第二能级妖精传承的材料过来了。 毕竟,虽然遭遇种种意外,但他们还是完成了任务,在伊恩的帮助下得到了两枚结晶龙蛋。 别的不说,他要点报酬绝对不过分。 离开浴室,伊恩已经闻到了食物的香味,普德长老显然早就预先预定了不少菜色,就等着他回来能吃上新鲜热乎的饭菜。 不过,还来不及感动,正在给自己系着头发的伊恩就发现,自家弟弟居然恰好在浴室门口等着自己。 怎么了?他有些奇怪地伸出手,揉了揉对方的小脑袋,是在外面等我吗? 没必要,快去吃饭吧。 没有等,但埃兰却露出笑脸,轻柔地说道,我知道,哥哥,你的状况。 我知道,你会现在,出来。 伊恩微微一愣,然后他就察觉,普德长老也出现在门侧。 一种预感在少年心中出现。 是的,他知道。 老人面色平静地点头,他此刻的表情也不知道是喜悦,自豪还是忧虑,复杂的感情在老人脸上的皱纹中纵横交错,最后凝结成了一个淡淡的笑容。 我原本以为,埃兰会比我更加焦虑你的安危,毕竟你消失在暴风雨中,被卷入迷宫,又有三天没有任何消息。 我去接他时,却发现这孩子乖巧得很,斯科特守在门口,和我说埃兰不仅没有哭闹,甚至认真背诵完了你给他定下的阅读课文。 我说让他不要担心你,由我来照顾他几天时,这孩子却反过来安慰我,说你现在非常安全。 甚至非常开心,非常的喜悦。 侧过头,普德长老深深地看了眼埃兰,然后与伊恩对视道,伊恩。 我怀疑埃兰也具备一定的灵能天赋。 老人的语气素然,他不是对你怀有信心,而是真的能感应到你的情况。 伊恩愣在了原地,甚至忘记了继续细头发,令白色长发扑散开来。 双引号,埃兰。 过了好一会,他才蹲下来,认真地看向自己的弟弟,你真的感应到了。 嗯? 而男孩毫不犹豫地点头到,一开始,很愉快,很轻松,就像是,吃到了,约定好的,甜味炖菜。 然后,哥哥愤怒,就像是,遇到傻瓜。 中间,很复杂,开心,又恍然。 最后,哥哥心中,满是遗憾,却,充满决心。 我能知道,就像是,哥哥,近在眼前。 情绪的描述,本就是最为复杂的事情,即便是成年人有些时候也无法详细描述自己的心情究竟是如何,但埃兰却能灵活使用各种形容与类比,描述一恩一开始探索一记的雀跃,以及之后知晓飞燕蒂特战队得不到就摧毁行动指导的愤怒,还有最后对阵母潮时的心情。 这是真的,真实不虚的。 埃兰。 泰拉星两侧对称人形探机升华生物,白恶之民变种。 无能及幼年体等待天生智慧生物心域主要智慧生物灵能前世代觉醒。 该人类个体有潜在的灵能天赋,不过这个天赋还在潜伏。 随着成长以及情绪波动,灵能力量将会逐渐在该个体身上逐渐觉醒。 强烈的情绪刺激会加速该前置提前觉醒。 身体材质。 探机生命。 强度等级,普通。 蕴含原质,7.2651基础单位。 双目中流淌着银青色的光运,伊恩轻声道,灵能前世。 埃兰,她一时间想要说些什么,但最后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。 灵能者的觉醒,都伴随着剧烈的情绪波动。 埃兰虽然现在还未觉醒,但是对方究竟是因为怎样的忧虑,才能略微感应到自己的心情。 自己。 或许的确的确让家人太过担心了。 所以,此刻少年又是喜悦,又是忧虑地关切到,感应到我心情的时候,你自己的心情如何。 有没有感觉到不舒服,亦或是脑袋特别疼。 我。 我想要,知道。 眨了眨眼,埃兰似乎有些不太理解这个问题,她认真的思考了一会,然后找到了确切的形容。 男孩笑容清澈,就像是,想要知道,舅舅那样。 哥哥,我想知道,什么时候,你能回来。 我就是,这么想,然后,便知道。